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政府在经济刺激计划上的最新动向 特别是在美国大选即将来临之际 尽管市场对于中国可能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的期待愈演愈烈 但事实上这些想法只是一厢情愿 根据最新消息 中国政府不会在今年推出火箭筒式的刺激计划 这让许多投资者感到失望 我们将分析习近平政府在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时 如何调整其经济策略 以及未来几周内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可能带来的影响 尽管政府已经承诺支持地方经济和房地产市场 但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使得市场反应不一 更重要的是 中国政府对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的担忧 将如何影响其政策方向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依然扑朔迷离 尤其是在美国大选结果尚未明朗的情况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经济和政策的深度分析 华尔街日报Link Lin Wei一篇文章探讨了中国政府是否会在2024年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 文章详细分析了中国政府在当前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下的决策考量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选举的背景下 文章指出 尽管市场上有关于中国可能采取重大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的猜测 但根据参与政策讨论的人士透露 这种期待在今年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推迟 曾一度引发外界猜测 中国可能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 以决定是否调整其经济刺激策略 特别是在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 并实施加征关税政策的背景下 这一猜测显得尤为强烈 然而文章揭示了会议推迟的原因 其实是日程安排问题 而非政策改变的信号 此外 尽管美国大选结果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走向 但今年的刺激计划大框架已定 只待正式批准 中国政府正在讨论如何在美国大选后影响市场情绪 计划在人大常委会会议后表明 会有更多措施支持经济增长 并根据风险评估调整现有策略 例如如果特朗普当选并实施严厉的贸易政策 中国可能通过增加高端制造业投资等方式来扩大内需 以此应对潜在的经济冲击 中国此举可能会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 认为这将加剧市场竞争 而关于这些政策的透明度问题 一些政府顾问承认 如果信息传递更详细和协调 市场波动可能会减少 自9月以来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刺激措施 如降息等 但其成效有限 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是否可持续上存在疑虑 同时 美国选举的不确定性 给中国管理投资者预期带来了挑战 尤其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 中国领导层对此表示特别担忧 而如果哈利斯当选 可能被视为相对较小的威胁 预计中国将在人大常委会会议后宣布进一步的经济支持措施 不过这些措施的具体效力可能会因美国大选结果而变得复杂 经济学家建议中国政府应关注刺激消费支出 但这样的战略调整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 未来的财政支持可能会在GDP的2%至3%之间 根据特朗普或哈里斯的胜出而有所调整 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日益关注国内事务 但同时市场的反应显示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仍然受到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 虽然中国官方强调自立关注自身 但其政策的任何调整都显示出对美国动向的显著关注 最后文章引用学者观点 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但过度强调外部风险可能减弱国内政策的效果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提振国内需求 而不仅仅是应对外部压力 在这篇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复杂背景下的政策制定过程 以及美国政治变化对其经济策略的潜在影响 虽然中国政府在强调自主性和内需时 展现出一定的自主意识 但全球化的互联格局 使得美国的政策动向不可忽视 感谢您收看六度解析节目 更多深入探索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刺激计划是一种经济政策工具 旨在通过增加政府支出 减税或其他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 通常在经济衰退或经济增长缓慢时期实施 其核心目标是提高总需求 从而激发经济活动 创造就业和收入增长 经济刺激计划的背景 通常涉及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 特别是在面临经济危机或长期增长停滞时 此类计划一般由财政政策构成 但也可能结合货币政策 财政刺激通常包括增加公共支出 比如基础设施项目或社会福利计划 以及减少个人或企业税收 货币刺激可能包括降低利率 或通过央行购买金融资产来增加货币供应 历史上经济刺激计划多次被采用 尤其是在应对金融危机时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 富兰克林第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 No Deal 通过大量政府项目和支出 试图重振经济 另一例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欧盟和中国 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以防止经济崩溃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美国政府通过经济刺激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提供了约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扩展社会福利和减税 欧盟国家则协调实施了价值数千亿欧元的刺激方案 中国也在同一时期 启动了一项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 集中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 刺激计划的规模和效果 可以通过一系列经济指标来衡量 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等 成功的刺激计划通常能在短期内提振经济增长 并降低失业率 但也可能导致政府债务增加和长期的通货膨胀风险 因此 刺激政策的设计和实施需要精细调整 以避免长期的经济失衡 此外 刺激计划的有效性也取决于经济的具体状况和结构 政策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市场反应、消费者信心 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近年来 关于刺激计划的讨论 也涉及到其在不平等问题上的影响 以及如何确保政策能汇集广泛的社会群体 而不仅仅是特定行业或人群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对于这篇文章 我认为其所揭示的中国政府 不会出台火箭筒式刺激计划的立场 是值得赞赏的 尽管全球市场对中国 可能采取大胆经济举措 寄予厚望 但中国政府似乎更加谨慎地处理国内经济问题 这种谨慎的态度反映了 中国对自身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成熟度 中国选择不在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后 立即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 而是根据国内经济的实际需要来调整政策 这显示出 其政策制定的深思熟虑和长期视角 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然而文章中所指出的信息混乱问题 却值得批评 政策信息的不透明和缺乏协调的传达 确实让市场感到不安 中国政府在传递经济政策目标时 应更加明确和一致 以便投资者和市场能够做出更为理性的判断和反应 信息不明确可能导致市场的波动 这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并不利 政府应加强与市场的沟通 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必要波动和误解 文章中提到的 中国领导人在对待美国政策影响时存在的过度担忧 也值得商榷 尽管美国的政策确实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体量的大国 应更注重国内市场的潜力和需求 过度强调外部风险可能导致忽视内部经济发展的机会 中国政府应更平衡地看待内外部因素 以真正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总体来说 这篇文章揭示了政策制定中的复杂性 但部分论调可能过于依赖外部因素 这在策略上需要更科学的平衡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至少女为人旅程型科学大集合 若童谊 并不再兩尊 修正 Kore 警察 优优优独播剧位 独播剧位 男打 ts collectively 防索 原彈 ba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